在塞内加尔的公路上开车 绝对是让人崩溃的体验 你看这台车被折磨得狂喷热水 这两个老司机就更倒霉了 60公里的路程开了整整24小时 速度也就比驢车快了一点 今天带大家看看塞内加尔的玩命道路 这个叼着超大号牙签的司机叫阿布雷 旁边的小哥是助理辛巴 他们的卡车就是这台破旧的二手大黄蜂 使用年限超过了20年 走在路上最担心这台大黄蜂突然变形散架 到时候可就欲哭无泪了 现在是早上七点 两人要拉着一车大米去60公里外的集市售卖 别看只有60公里 在塞内加尔宁宁道路的加持下 开个两天也没云觉的稀奇 因此阿布雷和辛巴提前一天出发 只要明天能赶到集市就没问题 当地的集市每周只会开放一次 错过就得等下周 这也是两个司机最为担心的事情 他们本来就是小本买卖 一袋大米也才赚两块钱 一旦赶不上集市大米就卖不出去 不仅会亏损油钱 还得搭一笔修车费进去 虽然很赶时间 但阿布雷不敢身踩油门 这条魔鬼道路最忌讳车速过快 随便一个泥坑都能后悔几个小时 阿布雷在开网集市的路上 总会免费搭载顺路的乘客 有时还会热心地将女乘客抱进车里 即便一路上开得很小心 车子还是出了问题 阿布雷感觉车身又轻严重 他下车检查情况 发现右边后轮出现漏气 好在有备用轮胎 他熟练地拿出工具开始更换 可一颗小小的螺丝难住了众人 最后一颗怎么都拧不下来 估计是年久生锈 他们使出吃奶的劲还是纹丝不动 最终阿布雷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直接不管了就这样开 等块暴风雨来了更加没法走 他们就这样拖着漏气的轮胎缓慢地开着 从早上七点出发 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个小时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能否准时到达集市成了一个未知数 带着煤气的轮胎开了没多久 他们就陷入泥坑无法动弹 焦急的阿布雷还怪住手没有看好路 可当下想办法脱困才是最要紧的 倒霉的是 他们初发失望了带铁锹 不得已只能徒手跑土 几个人挖了半天也没什么进展 阿布雷只能去附近找铁锹 在漆黑的夜晚走了三公里后 他才找到一户人家借到了铁锹 有了趁手的工具 几个人开始鼓劲刨坑 倒翅半天还是没起作用 车轮仍旧没有动弹过 此时天宫也不作美 下起了瓢泼大雨 让几个男人吃尽了生活的艰苦 看着暴雨越来越大 他们打算暂时先躲雨 等雨停后再想办法 塞内加尔不止卡车的情况糟糕 汽车的处境同样堪忧 趁着阿布雷等雨的间隙 我们看看塞内加尔的汽车站 这个车站汽车并不少 每辆车表明看起来都挺新 但车内的乘客并没有良好的乘坐体验 他们从早上八点一直等了四个小时 车子还是没有发动 而司机小黑则在一旁淡定地表示 人不坐满不会发车 这趟旅程的票价是41块钱 而当地人的月薪也才600元出头 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相当不便宜 等待良久的乘客再也按捺不住了 下车跟司机理论 再不发车就退钱 而司机态度强硬 告诉乘客要么继续等 要么自己走人 反正钱是不会退的 几个小时等待后 车子终于上路 小黑把车速提到了最快 他要在最好的路段尽量节约时间 越早到达目的地 车子出问题的概率就越低 可车里的乘客却没有这么淡定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事故 这条路上经常发生车祸 行人或者牲畜总是会跑到马路上 车速过快的司机来不及刹车 旁边汽车的残骸就是事故多发的证明 这位倒霉的老哥就在这条路上发生车祸 足足等了四天也没能等来救援 他跟伙伴受了轻伤 还是自己搭顺风车去坐的包扎 老板告诉老哥 前来救援的起重机要花费两万六千元 在老板到达之前 他们得原地等待 小黑这边开得正起劲 引擎突然报警 他下车打开引擎盖 一股沸水喷涌而出 好像在宣泄着不满 小黑检查了一番 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那就只能采用老办法了 缺什么补什么 他给汽车补了一桶水 然后就发动车子继续上路 这个方法还挺管用 只是汽车的饥渴程度超出了他的想象 中途需要不断加水 每隔十公里就得重复来一次 乘客对这些遭遇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车子来到一处河边 这里没有修建桥梁 只能依靠渡轮把车子运过去 大大小小的汽车早已排起了长队 渡轮只有一大一小两个 恰好大的渡轮坏了 这些想过河的司机也就只能原地等待 这两位老哥已经在此苦苦等了十天 还有人原地铺床准备来场持久站 如果你花钱贿赂工作人员是可以插队的 没钱的司机只能继续干等 由于小黑开的是中巴车 他比货车有着优先通行权 成功登上了渡轮 半小时后下了船 小黑又开始一路狂奔 280公里的路程一共花了12个小时到达 放在塞内加尔来说已经视风一般的速度了 视角再回到现车的阿布雷和辛巴 经过一晚上的劳累 他们卸下了车上的大米给卡车减轻重量 但还是于事无补 一番商量后 几人打算在轮胎下面垫上石头 可附近没有碎石 阿布雷只能去找找木头 时间一点点被耽误 现在集市已经开始 他们却还困在原地 阿布雷感觉很无力 非常有挫败感 无法准时到达集市让他异常烦躁 阿布雷找到几根木头运了回来 周围热心的村民也在帮忙 他们用千斤顶把轮胎升高 在下面垫上捡来的木头 一切准备就绪后 司机上车准备尝试一下 几声轰鸣后 被困一夜的卡车终于重获自由 阿布雷抓紧时间赶路 狂奔两个小时终于到达集市 但他们来得太晚了 多数村民都从其他小贩那里购买了粮食 集市也快落散场时间了 好不容易历经磨难才来到这里 他们还是打算尝试一下 尽量卖出去一点 所幸的是 这里有一个老顾客一直等待他们 非阿布雷家的米不买 几个老哥历经一天一夜赶路 最终只卖出去一袋大米 路上的油钱先不说 还得额外花钱修车 阿布雷都快委屈地哭了 生活往往就是这么无奈 付出千辛万苦也不一定能得到回报 阿布雷只能拉着枚卖完的大米回家 下周再来的时候希望能顺利一点吧 我是邦德 喜欢本视频记地关注我 带你看更大更广的世界